哈囉,我是依蜜 哈囉,我是莉 我們是阿彌安都莉 今天我們要聊一個大家都不想聊的話題 沒錯 渣男解剖書 對 日本渣男解剖書 其實也不是只有渣男 我後來看一看覺得渣女其實也還蠻適用的 對,那反正大家如果想要聽渣女 我們再做一個渣女 對,所以我們今天以渣男為術 所謂的渣男呢 其實有一些復興漢或什麼的意思 我們今天的渣男就等於就是有很多交往對象的人 喔對,就是海王 大家知道石田純衣嗎? 這個老派的算是演員吧 因為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情史 而且離婚過兩次 他就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不倫是文化 所以對於日本來說 偷吃啊,然後有很多很多的 非常習以為常 大家最近比較耳熟能詳 就是一大堆生幽外遇事情 喔對 你有看到那70歲的安息嗎? 我有看到 那個真的很餓 網上有各式各樣的調查 問成年男女們關於外遇 也就是偷吃的慾望和行跡的經驗 他是用日文問說 無垣生幽外遇 之類的問話 你會想偷吃嗎? 對,你會想偷吃嗎? 然後他回答就會有說 想而且已經吃過了 或者是想還沒吃 不敢 然後或者是沒有機會 就是他有幾個選項 然後有一個是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男生只有25% 就四分之一 其實還蠻多的啊 蠻少的啊 真的嗎? 我覺得台灣會更多吧 女生其實 女生是 還蠻多的 有25%跟就是六成 男生跟女生 他是說他絕對不會嘛 那其實他就表示說 他可能有經驗 或他是想的 他可能有自己 就他如果問剩下的這些人的話 其實就會有一個 道準的現象 有這個想偷吃慾望的人們為分母的話 男生其實只有50%付出行動 所以他其實只有一半的人 沒有我覺得是吃不到啦 不是你不懂 你不懂 因為我 我只要去九居那你就會看到 長跟芋頭跟 不要再芋頭很好吃欸 那豆芽菜 好 找人像豆芽菜 然後小小乾乾淨淨淨 然後戴眼鏡那種的 剛結婚啊 人家就會 禮貌性問他什麼 啊那你覺得結婚怎樣 他說 喔 我想外面 我想趕快找一個情婦 那種爛人都這樣說喔 豆芽菜都這樣 對啊所以他就是 主於這個50% 啊 豆芽菜和乾 好可憐 然後女生 這個 女生本來是有 有這個慾望的人70%都偷吃了 其實女生很容易就是 一開始覺得是婉婉 然後突然之間就孕孕一床 我覺得這種是超酷 是嗎 有啊 我遇到的都是那種 大愛 愛要轟轟耶 愛要人進截子 喔就一開始 就已經是大愛 沒有說頭 我很少遇到女生婉婉 喔真的嗎 對 因為我其實看了幾個 大部分的都是說 男生大概是三成到五成 有一碗外語過 就不管是遺婚還是未婚 然後女生可能叫二三成這樣 女生都會比男生低個 10% 就是他們其實結婚過 跟結婚前他們的外語比率沒有差很多 就是你結婚前很愛玩的 你結婚後 可能還是會 然後或者是有些人是反而是結婚後 之後才開始他的 才開始大愛人生 對 還蠻多的 真的很多 那台灣男女最常遇到的困擾就是 哇怎麼要分辨這些人 我覺得日本人他還蠻容易知道 這個人是阿蘇比還是大學 日本人蠻懂的 對 他有一些細節 對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台灣人 很善男性 對 就很容易以為都是Honki 對 日本就是有Honki跟Asobi 然後Honki就是它是文教 但那個Honki他也有可能有外語啦 但是他對這個人是Honki 對 就是他最終是會回到這個人的 對 就是他對這個人是有放感情 這樣有放真感情 然後Asobi就是沒放真感情 就是覺得可以因為 就這個人他明天死了 會明天從我的生活中消失我完全無痛 對 可能會小痛一點點 禮拜四供出來趕快再走個新的 七大 七大分辨一點 很絕招 對 第一點是 就是知道很多非常時尚約會的店 或者是約會的景點 就是 我覺得我 你知道很多 不是可是你知道他 我覺得他指的這種 不是我們出區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比如說那種 餐廳裡面有水族箱 對 然後不然就是看得到夜景的那種 對 對 不是我們說的這個好吃的那種 對啦 然後越來越黑 越來越黑 越來越黑 就像你走進去你會發現說 哇靠 全部都是約會的 而且你可以感覺它沒有可能 有很多都是 第二個對象或第三個對象 對 會比說 超多 然後你知道 對 就是你看不出來它是 它沒有電招牌 然後你Google map找得到 可是它會告訴你它是 所以你要按 你要按那個電鈴 或者是它有一個小的 對 對對對 就是它就是在一個公寓的地下室 然後裡面就做一個餐廳 或者是我有遇到一個公寓的五樓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櫻花樹 我覺得男生就這樣 如果今天 今天真的想要真的跟你交往的話 他幹嘛一直帶你去那些 對啊 對它就會帶你去它想吃的店 或者是說它真的很常去的 它平常吃的 對 想要讓你看到它平常的樣子 可是如果你一被帶著去那種店 就是它想要上你 對 第二個是 這個超級的 才第一次約會 然後約在外面吃飯 吃之後就會討論 可能有個二次會 對日本都會約第二團 對第二團 第二團 通常這個時候 這種就是 海王 他就會直接問說 而且他會來我家 可以去他家的地方 他可能就會 也是黑黑的 吃飯的時候知道 所以你喜歡喝什麼樣的類型的飲料 他可能就會說 欸那個 我加油 好威士忌喔 要不要來喝 然後我想跟大家講 就是說 日本人其實第一次約會 我覺得 要 所以他會稍微 碰一下你的底線 可是如果他真的約你去 他家他就是比較 很有可能很官方 對啊 因為其實真的第一次約會 就約 這樣 日本人不會做這件事情 對 如果他對你是真正的的話 不在他的約會常規裡面 就是阿蘇比就是 他這個時候就測試一說 就是你讓我玩了 對對 他不會覺得說 對對 他不會覺得說 對對對 我有個朋友 跟一個他蠻喜歡的男生 好像就直接到 欸應該是他家 或是那個男生家 然後 隔天就有確認關係說 那我們現在是在交往嗎 好像男生還說對 哇 可是男生應該就是 你知道什麼 他反正想說到隨便 反正就先說在一起 對對對 他反正想說隨便啊 然後結果當然是 就不了了一次 對對對 但這個故事還蠻常見的 對啊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好像沒有日本人 會直接在隔天會說 對 因為日本人他如果 殺人這件事情 他就是他自己也知道 我們兩個就是 先做一下試試看 欸你去看日本的約會電影嘛 在那邊一起聽耳機 覺得哇好合拍什麼的 就會約你聽耳機 他就會在一個店 然後把你弄到就是很晚 去店結束了 他可能會送你上計程車 幫你付檢測錢之類的 就是真的不會直接說 要把他來家裡啦 對 D-touch是自然的女人 就是看人 看那個人的脖子 我覺得還有就是 他的碰的方式 對對對 就是如果說是 扶個腰啊 扶個腰啊 你幹嘛這樣 不然我就扶個腰就超 扶腰狠狠 就是那種 對那種 我覺得就是 有問題 我不是說我信償的時候 就曾經直接被揉起來 好恐怖 拍拍還好 但是揉腰狠 可是我覺得你幹嘛沒事就是 因為這個男生真的很愛那種 歐吉桑在看手相啊 噢他們超愛看手相 對啊 因為就是他們想要摸你的手嘛 對啊 我心痛痛 就是你在約會中的時候 不要亂摸 在約會完他可能會說 他可能會牽過來 那種就是 對啊 那個當然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我告訴你 牽手是最後才會做的事情 你可能都已經做過了 他很好還不會牽你手 如果他對你是就是 不認真 對啊 對啊 所以他想要牽手 反而是表示他認真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如果是玩 他通常都不太會牽手 對 就是牽手不是 就是我們說 佛迪他其實是那種很 很欣服的 就是隨便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然後接近亂摸你一下這樣子 然後我特地 你就一直走 你會 我還特地去寫了 有沒有就是 我覺得啊 台灣人 他很容易被認證 或漫畫也誤導了 真的啊 所以我真的要告訴大家 女生真的很不喜歡 你隨便摸他頭 剛好有一個 有一個我前輩 他的那個 封面是摸頭殺 然後我們就在說 對對對真的是很想要被摸頭 對但是那時候我有個前輩 他就聽我這樣講 然後就叫摸過來 然後我口氣 我真的是 很多日本男生會覺得說 我是 就是可以跟男生交朋友 然後我跟那個前輩 確實也很好 可是他直接這樣摸過來 我真的就 然後就 會一直頭髮麻的感覺 對我不是頭髮麻 其他的那個 女生都會說 什麼 我那個人很愛亂摸 然後他一大幾率是 很喜歡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在試探你的底線 能不能上嗎 第四點 這幾點我有好多例子 對啊 第四點超多的 PIZZA的台詞 我平常講出肉麻話 講出一些就是 一般人平常不會講的 我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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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你